美国、日本跟南韩来说竞争对手 目前还是以中国大陆跟北韩为主 美、日、韩三国领袖坐在一起谈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如果它从会晤的军事方面能够制度化 它实际相当于一个适时的三方军事同盟成立了 隐习院上任之后 它把日韩关系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近从朝鲜半岛、台海、南海三个地方来比较 好像南海的战略味更浓一些 美国它更愿意在南海和中共打仗 因为这样就可以发挥美军的优势 如果在南海发生一些冲突的话 东盟国家会更依靠美国 形成一个亚洲的小北约来控制亚洲的安全局势 这个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 观看完整内容 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订阅干净世界网站精英论坛频道 精英论坛每周六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关注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